如果各界有任何的疑慮 我们都很乐意说明清楚 但是像刚刚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在回稳的时间差 结果又导致了说农业部不提供资料 所以以这个为例 过去三个多个礼拜以来 有多少的这样的农业部 背了这些不是事实的黑锅 背了多少污蔑跟所谓的抹黑 我们所有的过程里面 都已经有对外讲得非常清楚 鸡蛋的专案进口 不是一通电话就进来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 它牵扯到了禽流感的专业议题 它牵扯到了防检疫 以及卫生安全的议题 它牵扯到了冷链物流的保存期限的议题 我们本来就是每天战战亲亲 而且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绝对不会恋战 绝对不会恋战 政务官本来就该负政务官的责任 我完全的不会回避 针对所有的鸡蛋的专案进口 政策是正确的 效益是高于成本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许多的抹黑 造谣甚至许多的不实的攻击 造成农业不同人的这一个压力 甚至造成了整个这样的攻击 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 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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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